主席,有請鄧部長 部長 葉遠你好 部長好 部長,這個議題 在處理這個議題 今天大概已經充分討論了 但是我對這個預算的 每個年度手邊的預算 最後尾數 127年 尾數3.05億元 尾數經費 為什麼會編到20年以後的 這一點可以解釋一下嗎 因為它是在107年 就應該要結束了 對不起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這個計畫先幾年的時間 送到國外再處理 處理完了之後 它暫時儲存在國外 所以差不多20年後才會運送回來 所以最後那一筆錢3億 是送回來的錢 所以它每一年在執行的時候 大部分的經費是在前面這個4年 或者5年的時間 要把大部分的錢花掉 只剩下儲存 跟最後要把它運送回來的經費 最後那一筆錢是做這個用度 那再請教一下 這個核廢料的在處理 有哪些國家在做 我們的了解是英國曾經做過 俄羅斯曾經做過 法國曾經做過 那對外不營運的是日本 他們國內自己建 但是有沒有 只在處理國內的事情 不處理國外 那但是這些可以處理的國家之外 我們還要符合台灣跟美國的核冷協定 民用核冷協定 所以所有這些都是受到國際公約的規範 那不會受到這些環保團體的反對嗎 可以運到那個 我們現在目前是準備給哪個國家 知道嗎 處理知道嗎 因為我們的了解 送到俄羅斯 美國可能不會接受 那麼送到英國 英國好像之前曾經表達 不再幫別的國家處理這些核廢料 而且它技術有一點落後 所以目前唯一比較有可能 雖然現在還在招標階段 不過法國是比較 唯一有可能的國家 那其他的這些環保團體 會不會反對 我們想 我最怕說 你投標之後 還不簽好 結果我們的核廢料運不出去 不要說國內反對 很多國際的環保團體也很反對 把垃圾送到別的國家去 對 這個我們有了解 全世界的這個情況 不過這樣的一個事情在過去 其實也是有好幾次 像日本運到法國去處理 也是有好幾次的紀錄 而且他們怎麼處理 他們有經驗來處理這個事情 那董事長 你保證說這條錢開來 會有結果就對了 是不是這樣 對 人家很順利送出去 要可以處理好20年後 又回來 因為這個處理本身 當然是公司的事情 但是 這一件事情的確定 還是要政府出面 跟對方的政府出面 把這個事情確定 那所有沿途 環保團體 或者沿途他們會面臨到的問題 那就是這個承包的廠商 跟承包的那個廠商相關的國家 他們會有專業的知識 來處理這個 因為台灣的國家比較特殊 會不會有人從中做梗 讓台灣的這個核廢料送不出去 這個問題我很質疑也很擔心 所以我們在這個台灣跟美國的民用核能協定 去年在更新的那個版本裡面 其中有一條也是寫明的 我們可以送到法國 或者經過台灣跟美國政府 同意的第三個國家來處理 所以這個美國政府也同意這個方向 那再請教一下 這個處理完以後 拿回來的這個核廢料可以再使用嗎 這個沒有辦法再使用 沒辦法再使用就多開啊 拿那些人送去 說跟我們處理 然後送回來又不能用 你又把垃圾又帶回來了 不是 跟委員報告 這個我們現在現階段的高 就是高階核廢料 裡面含有布跟釉 如果要把這些具有可以再使用的燃料 再使用的話 那整個處理的過程是不一樣的 而且處理之後的這個燃料 叫MOX的燃料 可能我們的機組反應乳 也要稍微修改 所以別的國家 像德國、日本、法國 他們有做這樣的事情 我們台灣是不會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們把右跟布就地 就在這個 比方說在法國 那就地就在法國把它處理 把它賣掉 抽掉了 抽掉之後把它賣掉 因為這個是受到國際 還有美國政府的管制的 因為這個燃料不能隨便處理的 好 謝謝 那我來請部長 董事長 請回座 部長 那個ITA 什麼時候會再開議 他那個報告委員 他的日子一直都還沒有辦法決定 還沒有決定 一直都沒有辦法決定 那針對我們堅持的那兩個產業 對於我們經濟影響很大 這個面板跟工具具 我記得上一次就是為了這個我們反對 對嘛 好 那我們那時候沒切嘛 那現在再繼續第二 再繼續的這個回合的談判 我們不能放棄啊 要積極去參與啊 報委員一定會積極參與 而且我們一定會嘗試著 因為這個東西是這樣子 就是我們自己的需求跟國際環境 要有個妥協啦 要有個妥協 那我們當然一定會 以爭取我們業界的這個利益 作為最大的考量 但是如果現在說 我們就一定要怎麼樣做 這因為是國際上的事情 我倒比較有困難 在這邊就做這種承諾 部長 我們的關稅 平均關稅很低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碰上的困難就是說 我們的關稅很低 所以人家不跟我們來這個 互惠的時候 我們拿他一天半都沒有 因為本來我們就給人家很低的關稅了 不像韓國啊 不像中國啊 他們的關稅還那麼高 比我們高了一倍以上嘛 對不對 平均到一倍以上嘛 所以我們就沒有談判籌碼嘛 是不是 他現在跟那個 您看一下 那個當時 大陸跟韓國簽的那個協定裡面 面板的部分 他要拖到第九年啊 他才答應韓國的這個面板降稅 所以我們也可以從這裡看得出來 他要拖到第九年 所以大陸是很 對於這個事情他是很堅持的 韓國人也拿不到 更早的這個降稅條件 如果我們現在要大幅的往前提前的話 我想我們會包委員 我們會盡量盡量的爭取 但是我想我們也要 務實的了解一下 這個整個國際上的狀況 不過這個 既然韓國也拿不到 我們就不用太擔心嘛 但是我們在國際的這個談判 一定要站在業者的立場 也不能光顧那些財團而已 要顧整個我們的產業啦 對不對 對 完全同意 完全同意 所以在這個下一回合的談判的話 我們還是要堅持我們的立場 是不是 是 我們一定會盡量爭取 那我們的這個所提到的說 我們可以這個省了8.23億美元的這個關稅支出 這一個部分 可以節省的部分 就是指哪一些的部分 這個是如果 8.23億是說 如果這個協定我們現在就同意 以現在這個方法 已經有200多項在 200項在裡面 可以降稅了 那這個東西呢 我們就可以節省8億美元的 有沒有包括這個 我們所要的那個面板工具機 還有那個什麼石化這一類的 我的了解是沒有把它算進去 沒有算進去 但是我們這個可以拿到的 已經很清楚 有8億多的這個關稅的減免 那我們會損失多少的這個 如果我們要去 要到國際的這個優惠 那我們還要付出什麼 優惠 就像你剛才講的 我們的稅本來就很低了 把它免掉啊 其實沒有太 對於我們的這個財政收入啊 關稅收入沒有差太遠 其實那個裡面很多東西 已經都是零的了 我們已經是零的 所以我們在太開放之下 反而造成我們目前要跟人家談判 幾個這個優惠關稅就碰上問題了 對不對 這個就是對啦 您剛才 您這種說法也是一個看法 但是呢 那您也知道 我們是因為開放 所以造就我們現在是全世界最強的ICT產業 因為開放嘛 開放了一二十年了 所以我們 我們雖然在談判的籌碼上 變得好像比較少一點 但是我們這個產業是非常非常茁壯的 所以這是一個政策的選擇 我覺得我們的做法是正確的 好 我另外就是說 針對我們的這個台北市的電腦工會提出 他說建立排除面板跟工具機儘快 簽妥這個ITA2 你的看法呢 我想我了解那個台北市電腦工會的這個看法 我也尊重他們的看法 那事實上他們這個看法也相當的合理 相當的合理 但是呢 談判的過程當中沒有到最後一刻 我們的態度永遠是積極爭取 盡量去爭取 那電腦工會所主張的 如果說叫他們的建立這樣接受的話 那對這些工具機跟面板的犧牲 會不會造成很大的傷害 他也不是犧牲啦 他就是說要再另外一個方法去處理 他也沒有犧牲 但是因為他本來就是 但是如果你簽了的話 你以後就沒有籌碼再談啊 我們可以在其他地方啊 你知道多邊區域雙邊的管道啊 我了解您的苦心你知道嗎 那多邊的跟區域的跟雙邊的 不是只有一條路可以走 我們每一條路都要去試 但是不靈的話 我們也要稍微調整一下我們的做法 最大的期待就是堅持立場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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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謝謝 接下來請翁同軍委會 採訪